台中市昨天傍晚有个男子 突然从前妻家的14楼坠楼当场身亡 警方在顶楼的只采集到了一对鞋印 推测可能是他想不开 不过这个男子的手机里头 留着一封像是疑言的简讯 但最后没有发送出去 有没有引擎呢 现在要等警方的一个遗情 发生坠楼的中坪花园已经围起了封锁线 邻居全跑出来关切 但这户车赶到了现场 男子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没有听到叫声 他只听到咚一声 但他以为是东西掉下来 就去看是一个人在那边 吓一跳 对 他有没有吓一大跳吗 他吓一大跳 看到人趴在那边 他就吓一大跳 他也没看清楚 他知道是男的 但他也没看到血 他不敢看 他就赶快跑回去 死者妹妹接获警方通知 冲冲茫茫赶到了现场 脸色凝重 我现在就可以了解一下 所以是您的家人吗 还是 没有我现在就下去 就双方看他了解 在前方怎么样 和分情 他本身没有住这里 但是他前妻住这里 对 那你们刚进 他前妻的家里面发现没有人 没有人 他前妻出国了 他前妻出国了 对啊 打电话也都没有接啊 死者是52年次的灵性男子 下午4点多跑到 前妻住了这栋社区大楼 不料前妻带团出国不在家 男子不知道什么原因 从厮室楼的顶楼坠落 手机里还留了一封 没有传出去的简讯 说他因为他 最近身体不是很好 有犹豫症 他跟他老婆 就前妻 他说 他现在要先离下一条 简讯内容感觉起来像是交代遗言 但死者最终却没有发送出去 就坠落身亡 家属最后送着亲人遗体上救护车 双手核实 口中不断默念祈祷 希望警方尽快厘清案情 中日新闻 陈广瑞 方品文台中采访报道 最后突然感看到 家属性的 它是非